自從Omega Racing Master Kono 退役後 這個桌面的膠面、墨底、飛鏈帶 即是一個布帶,並且一個挺漂亮的接購 就成為一隻最便宜的 Omega 入門的 Kono 經典也是經典 我想地位和平價三萬多的 Racing Master 是有點不同 始終是一個月球錶,有故事,有歷史 膠帶是有一種原汁、原味的感覺 膠帶一定要配一個物體 物體後面寫了很多字 兩種因素的配合 一種是膠面,加上很多Laser 即是雕塞字、順色的底蓋 反而那隻Sephar Sandwich 取代不了 如果我自己選擇,我都會想膠面 就不僅是便宜過二千多元那麼簡單 我想是第一,膠面現在比較少 第二,這種底蓋 亦都是藍寶石鏡面取代不了 唯一的缺點就是 你看不到一隻很漂亮的手動 Kono 機心 但也有一個辦法 就是買一個 Aftermarket 的透明底蓋 如果你自用的話,保養期內 就不建議你用任何錶 但如果過了保養期,也帶舊了 你有這樣的能力,用工具自己換底蓋 是更加個人 你有兩種不同的選擇 膠面的Kono 一隻有月球味道的月球錶 久不久就帶回一個物底 很多信息 但同時也有一個玻璃底 藍寶石透明底 去到欣賞的機心 資深的錶迷應該要有這樣的程度 即是不是叫你拆機心換枕 我想平時的換帶或者開底蓋 是一個基本的訓練 今天就介紹這隻 Omega 裡面最入門、最抵玩、最便宜 並且是最有味道、最值得買的 計時錶